大面積凹陷的车头 车头外观亮白色烤漆 鲜红色彩带线条 还有台铁英文简称TRA 都因为高速撞击磨掉了 再来看到旁边的车头车门 也都撞烂了 到了晚上现场飘至小雨 为现场的复原进度 添增了许多不确定因素 搜救任务不断进行 大型机具吊挂者 断裂翻覆的普悠马列车 吊挂机具缓缓的移动角度 一旁的工作人员也拉制线 协助断裂的列车转正 再把列车小心翼翼的 放在拖吊车上 一个工作人员上前帮忙 还不够 再来一个双手用力挥动指挥现场 还有这一位工作人员 整个身体用力往下一压 要让列车做定位 市场人员更是围上前帮忙 下一步用拉绳紧紧 把列车跟拖吊车捆住 要将列车再往阳眠复岗基地 铁连一感动就是希望 可以在事发三日内 恢复双向通车 记者综合报道 记者综合报道